VLC储存下来 把你播放的媒体它可以存下来 原来它在媒体里面 可以选择转换跟储存 所以转换储存你可以把什么 刚才我们的档案 刚才我们的光碟 还网路上的串流银 还有我们截取装置 它可以一一都存下来 原来这么棒 这里当然不鼓励你把有版权的东西 你再把它利用它把它截取下来 这是不合法的东西 特别说明 原来它可以这样做 所以当我们用webcam的时候 像我有时候我就会用 我在播放webcam的时候 原来我可以记录 可以记录学生 或者记录自然界的很多 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都可以记录 原来这么棒 我把截取装置记录下来 我选择选项 这边你还可以定义一些 看它画面比你自己都可以定 好那我们就不动它 Cover Save 就是存起来 来源是这个webcam 我们要存成什么 MP4可以存 好棒 浏览 那我把它存在哪里 我放在影片里面 好我党名把它叫做test好了 把它叫test.mp4 按下储存 好按下开始 好这个时候它就 你看它是在串流中哦 看不到画面 可是它在帮你存 可是它在帮你存 好我把画面转回来 拍我的 这个是那个广播 那在镜头摇上去看在这边 好当我拍完之后我按下存停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系统帮我们 把影片存成什么 test 有没有看到test 这个 这个影片是它刚才帮我们存的 它已经帮我记录下来了 当然你也可以把声音 顺便录下来 你接上麦克风就可以把声音录下来 好这样可以记录一切 那我们电脑的硬碟又很大 所以怎么样 你可以长时间的记录一些事情 像我还蛮常用它来拍 像蝴蝶的羽化过程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 它真的很好用 在哪里 媒体里面有转换跟储存 原来它的妙用真的好多 好多